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過大陸新聞,就說有個大學畢業生 想免費租房竟然和女房東一齊住 還交代人家的肚子,到底結局是怎樣呢? 根據守護網報道,這個男大學畢業生 在朋友的介紹下就找到一份工作,但公司 離她原本的宿舍有點遠,為了方便她在公司附近 就找了一間屋,見到這間屋,這個大學生很滿意的, 不過那個租金有點貴,於是她就問了可不可以便宜些 女房東見到租客都生得白白正正,年輕的, 所以減了一半房租給她,聽到女房東這樣說 這個男大學生就搬進去住了,搬進去住之後 跟這個女房東都熟了起來了,這個女房東等她回家 又煮飯去吃,而這個男大學生是照單全收的, 房東這麼溫柔體貼,她好感動,她就說自己的父母 由她小小就死了一直都是姐姐帶著她,房東就好像她姐姐那樣, 令到她覺得好舒服,某一次這個男大學生去洗碗的時候 女房東就在後面抱著她,就嚇一嚇她了, 之後反過來,是這個男大學生向這個女房東告白, 兩個人就在一起了,生活了大約一個月左右, 女房東就發現自己懷孕,於是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對方 但是這個男人嚇到傻了,只是隨口認她兩句,等到這個女房東再回家 就發現男人不見了,就連家裡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 這個時候女房東就想起了,原來是男朋友拿東西走,於是報警 而警方好快都找到這個男大學生了,而捉到她之後 她就說當初只是想著可以房租減少少, 想不到自己會玩這麼大,現在好後悔, 最後她都是決定跟這個女房東住在一起,對她負責任了, 其實她算得上是找到一個富婆啦, 都不用自己那麼辛苦買樓了, 如果她自己還跟人告白的話, 這個女房東應該那個年紀不會好大呀, 明明是可以小奮鬥三十年的, 這樣走了去,這個年輕人不會想啊。 好啦,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